我跟王主委都是很老实的人 那新闻有觉得很惊讶吗 很惊讶 光潜 马云九跟王主权只能这样回答 这不是只能这样回答 这个回答非常好 这个回答是加分的 你说只能这样回答好像很委屈 没有 这个是占了便宜哦 这是加分的 加分完之后问题是人家继续骂啊 今天还在讲什么 老委会批评新闻造假事件 是恶毒的啊 马云九以前就造假的记录啊 其实我们先从这个情节最轻的 这个马云九马总统 跟王宏玄王主委来讲 其实王主委那个表现 说实在是激情啊 激情是他的一个态度的问题 那所以那个画面是很突兀 我第一次看到 王宏玄这个部分仅止于这样 他那个画面一看就知道 他不知情 知道 他是激情啊 我说他不知情 这是很确定的 只是说他那个 要你站站站站 那个表现 那个做一个官员 马总统就在旁边 院长也在后面 我觉得那个有点马屁的嫌疑啦 好像激情演出 王宏玄警止于这样 那我们如果抛开三立 我们现在整个先重建一下 我们把无限的可能性 也加进来 像对三立也比较公平一点 第一个 鼎泰峰有说实话吗 今天人家总统到你的场子 你要面子 对不对 空空的 你也做不到效果 鼎泰峰到底是你主动 射一个人在那上面 还是说你真的是像你所说的 是配合媒体演出 鼎泰峰我觉得角色要厘清 第二个 老委会那个副主委 为什么夹着尾巴跑了 他不是公开在记者会上讲说 是S开头的电视台 直指又三立 如果你证据确凿的话 你的消息管道是确实的话 你也查证清楚的话 为什么后来不出来讲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我们刚刚从我开始跟其他几位来宾都有提到 到底是几家媒体 是一家媒体要求配合呢 还是说所有的媒体因为画面的因素要求配合 那几家媒体如果不是我们出手的 是只有一家媒体 那我们知不知道现场有这个安排 如果安排的话 我们就我们画面的需要 我们还是知道这是设计 我们还拍回去 那以后来的状况看 大家摸摸鼻子就算了嘛 只有你三立 只有你三立 不管你是有没有在其中之一 那只有你三立 回头去戳破这个假象说 那个因为有挂牌子 他的意思说他事后才知道 因为那个女生把牌子 这个识别证挂出来了 所以这是造假 那因为他们要打马英九跟王如贤 所以一并也把那个揭发了 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就是说如果你也在其中之一 然后你打破这个行规 说实在的 如果所有的媒体都知道这是设计的 画面拍回去 然后播给观众看 说实在对观众是一种欺骗行为 那大家有时候是为了图 像沈护雄 沈医师讲的 大家图方便图一个媒体一个 就是说画面的这个好看的问题 然后拍回去 大家摸摸鼻子算 知道这个是有争议的 就这样子了 那只有你三立 惹火上升了嘛 因为你打一个独家画面 然后你去踢拐 又直接去射马英九 所以惹火上升 那你后来你承担所有的 箭头指标 你这时候你三立这个台 你再回应 你再危机处理 就很重要了 所以今天所有的败笔 拉得好 这个张力拉开了 所有请朝之力 全部都在护自己人 结果你要看你说 你挺得住挺不住 今天如果 你记者被人家抓到说你说话 那就像一个水缸破了 从裂缝整个会水 整个会破出来 那我最后讲到就是说 三立过去的前科 我举邱 有一次他刚出家门 他要去机场 三立的记者把他拦下来 就 那个邱毅没办法 就停在他们家了 红线 回去坐一条 他说30秒就好 回去去坐邱毅 违规停车停红线 这是三立内部有告诉我的 就是你把人家拦下来 你说要30秒 人家也照办了 你回去没有报导人家讲什么 你把他报导他 违规停车特权 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三立真的 新闻部要好好的检讨 过去像刚刚立文讲了很多例子 我也讲了一个例子 你占了很多时间 所以三立不要被人家抓包 要叫你停车 你要注意 可是这里面至少 一红有两个很大问题 我们都是记者ABC 你要说老委会作假 你至少 你有没有查证 就是你没有查证 更严重的 你到目前为止 你都要继续打马英九打老委会 这是新闻道德吗 他们当然知道 马英九没有作假 他们当然知道作假 是电子媒体作假 问题是你参与 想不想有电子媒体作假 如果你没有参与里面 你可以讲说 他们你要报导重点是 其他的电子媒体 都造假来派马英九的马屁 马英九居然不知情 只有我三立是白乌鸦 你们都是黑乌鸦 你应该这样报导才对啊 好那换过来讲老委会 老委会原先不知道 但是事后问题 你们还要问清楚了以后 他知道真相的话 他开记者会 对 要先谴责电子媒体啊 你们以前做假画面没有关系 但这一次你们的假画面 我们是不知情的啊 后来我们查了 原来是你们电子媒体设计好了 你们电子媒体设计好了 所以你们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有 那你们你们先害我们嘛 尤其我要谴责你三立 你三立竟然你们也在场 也之前还反过来修理我们 老委会这么讲 他是周全啊 我相信他是别人得罪很多电子媒体 得罪所有电子媒体 他现在也不管了 还有一个鼎泰峰 鼎泰峰我认为他不会主动的 为什么 总统出门是有为安的 他现场一直叫你 那个摊位叫你先把它架在那里 架在那里一般求知的 那么多摄影记者在那边求知的 肯去坐那边让你照 我现在没有工作 在那边求职吗 你求职的结果 又找不到工作很难看嘛 那没有画面啊 一定是应记者要求 所以把这个员工拿下来 让你配合 鼎泰峰想一想电子要画面啊 以前很多的电子媒体 有的时候用假的画面 甚至接那个电影的画面 都有啊 那鼎泰峰好意配合你 好啦 我怎么知道 我是做小笼包的 我是内行会做小笼包 我怎么知道你的记者这么坏 我好心配合你 本来可以三赢了 大家都好了 结果你这个坏家伙 竟然还带到我头上 我鼎泰峰做生意做小笼包 怎么能处理你们的记者 这坏心眼的记者呢 没有办法吧 所以不能怪小笼包啦 老师家 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变成说别人都是乌鸦 你是白乌鸦这是一个 第二个 他说什么 我们这个事件是什么 三立是独自在揭发真相有错的吗 问题是他揭发的是真相吗 竟然文章写得很有道理 联合报的短评 你最近发的不是独家新闻 你是要什么 独家加工的错误新闻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假的 审理这是假的 第二个 你还把call了老委会进去 还骂了马英九 这东西是一个加工错误的新闻才严重 所以我就在想 其实这个昨天这个 我们也不要太严肃的去批判媒体了 昨天这件事情比较以前媒体作假 像刚才立文讲的三立那个作假 那个稍微要轻微一些 而且当然都是都是在做画面 做假画面跟做画面 这究竟还是不一样 因为昨天的情况是这样 原来那个地方是有人做的 只是总统要来要拍失业者求职 哪一个人愿意在全国人民的面前说 我就是失业者正在求职 他的老同学一看你还在求职 这太没面 以前说过啊 像那个比较悲几公斤的巨堂 我懂啊 那个是远远的拍 因为人家正在考试 他非参加不可 可是这个求职我可以转一圈 我等一下再来吧 等你画面拍完我再来 我为什么要配合你来拍 那所以那些人一哄而散 没人愿意当马来的时候配合当配角嘛 那因为这是很失面子的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记者 你各位所有参加过记者会都知道 那个新闻的支架都架在那个地方了 那个摄影师他怎么可能一分钟之内全部换位子 再找一个可以有画面的地方 当然就去商量有人 三立不论找到晚到这种 这种一来一回混乱的状况 他怎么可能像个无知人他听也听到了 所以三立是明知事后又不肯澄清 这一部分好 所以可是我跟立文 我跟立文的意见完全一样 NCC该调查可是我知道他不会调查 因为马政府其实是 我不愿意欺善怕恶啊 马政府其实是有点姑息养奸了 因为三立吃定他 你不会干涉新闻自由 因为这个是最重要干涉新闻自由的例证 NCC查了那么多其他电视台也停播过 也暂时处罚过 好像对三立呢非常缓和 那么多例子都稍微手软一些 这个就是对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预测了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不是可以累积一下 NCC该公平的至少调查一下 了解 这一点未来 不论是不是你当正时代 马正马英九当正时代 都应该做公平的 不要有区隔蓝绿的电台问题 立文刚才呼吁说要撤照对不对 今天邱毅也出来说要撤照 至少要查清楚 不撤照至少要查清楚 他不一定马上结论就是撤照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那你这种东西不需要处罚吗 你恶意的你明明知道是错误的新闻 然后你还播出 播出了之后你还不道歉 你还说你自己很伟大 你是新闻界的白乌鸦 哇干脆搬 那NCC要搬个奖牌给他才对啊 对不对 惠我良多公在国家 是这样子吗 这不是整个社会的正义 道德都乱了 我觉得就是说今天他 有没有滥用宝贵的新闻资源 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要在规范 我要知道的是说 今天NCC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但是很明显的 我接着刚刚姚老师的话讲 为什么三立这两天这么凶 为什么 他为什么一直要把他讲成说 是一个政治事件 他就是怕被NCC罚吗 他就是已经理亏心虚了嘛 所以他现在把这事情搞大嘛 那他今天是不是觉得说 马政府想要息事宁人 或者是认为说 怕被扣上所谓的 迫害新闻自由的一个帽子 所以不敢动他 他今天就已经在做这个防护罩了 不是吗 那我就讲 今天我不是说 一定要新闻 NCC一定要对他怎么样 可是你应该有的调查 你起码要让我知道说 标准是什么 为什么那个人在做 在节目里面 不可以播这个什么样的画面 会被罚几十万 为什么他做假新闻 一句话都不用讲呢 难道真的像他讲了 他是新闻的楷模吗 那以后中天电视中视 所有电视台都要学他才对啊 学他们才会红啊 学他们才是白乌鸦呀 不然你们都是黑乌鸦 是这样吗 那告诉我标准是什么 那要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制度 可以让我们的新闻台 不会这样子 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还是说你今天 只要拿到了新闻台执照 你爱怎么做随便你 是这样吗 其实我不赞成邱鱼的讲法 某种程度也不赞成 立文的讲法 我觉得NCC是可以查 但是要快速的查 然后把这个真相告诉国人 让国人小的三立电台的 原来的面目够了 我觉得他 原来他也是黑乌鸦 对我觉得 我觉得这整个过程 没有到撤照的程度 那我觉得我们来宾 我听了大家的高见 我觉得大家还是太善良了 因为你们的讲法 就是不晓得 3D电视台的属性 他本来就是要搞这个东西的 因为他仇宗恨中国 仇马英九恨马英九 所以你看黄光琴说 新闻部要检讨 他新闻部检讨什么 就是以后要加强 这一方面的奏法 只是不要出疲漏就好了 不要不要检讨什么 然后呢 这个杨老师说 这个他违背的新闻伦理 违背的同行的伦理 所以我不诞成他是作假 他是 他有作假吗 他其实没有作假 他知道这个真相以后 他是要求马英九 要的马英九难堪 他其实要求的是 新闻同业的演这一场戏而已 但是 他有作假 前面的新闻就不能播 他如果知道假了 前面那只不能播 作假是大家一起作假 或者是一部分人作假 我觉得做 你们大家就好好去想 他如果不怕得罪同业 而且认为说 我从此以后 不做这种事情 那同业不应该这样讲 那是新闻伦理 他这个是摆开一边 他意思不说这个 五万元九 这五万元九 骗到他还不知道 他还要说一副呆相 一副傲相 这是自由时报 在很多场合 还有三例 在更多场合 都是这种做法 所以他们就是 无所不用其極 要让蓝军蓝营蓝的政府 这个卖台 亲中的马英九 难堪 难堪 有难堪的机会 绝不放过 这是他们这个电视台的 基本道理 所以他们新闻部 有什么好检讨的 就是以后不要 醋皮肉给人家逮到就好了 好 为大家插爆一个最新的消息 今天发生不幸的事情 就是官院长的这个前进 坠落身亡这个事情 刚刚上海警方已经证实了 就是这个事件是早上凌晨五点的时候 发现从27楼厨房的窗户 有人坠落 那看起来 好像是有遗留了这个遗书 所以我们会持续在观察 就是说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事情 不过是有找到遗书的 另外呢 官院长现在本来是没办法去大陆的 在11点的时候 马总统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 他特准他去 那现在呢 已经在办这个所续了 包括陆委会跟这个相关的内政部 都已经通过了 我们再次继续来追踪 我们俩再回来